而三重区的顺德里参加新北市环保局的理环境认证比赛 八个项目都获奖 其中绿化美化项目再度得奖 就是因为里民们齐心齐力共同维护 才能够年年获奖 闲销时间就到公园内修剪花木 它其实不是顺德里的环保义工 但是因为平常就会到公园运动 所以把这里当自己家 有空就来帮忙 因为刚好今天有空 所以就出来帮忙修一下 因为公园比较漂亮 来运动的时候也会比较快乐 顺德里多年来在绿化美化项目 得到不少的奖项 不但是因为里民共同维护 里长太太也从自己做起 把福出的门口装点的相当的美丽 因为本身我喜欢种花种树 所以我们顺德里包括长辈 还有我们志工所有的志工 包括目前新北市很多小学的小学生都来我们这边 就是学习怎么样去种植这个花木 虽然绿化美化的工作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心力 但是看到里内的环境变得更疑人 相信自己居住起来也就更舒服开心 记者沈重林锦鱼三重采访报道